这里是恒大在安徽黄山最大的难尾项目 占地整整超过了500亩 整片区域空无一人 现在这里早已破损不堪 由于现状惨淡 所以当地人甚至很多网友 称其为安徽第一鬼城 这里的房子按照现在的状况 白送给他们都不敢住 造成如此反常的局面 之前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喜欢我视频的帮忙点赞评论 转发三连 咱们来鬼城探秘 这个项目的名字叫做恒大美丽之冠 旁边不远处就是金台高速 原先定位打造康阳医疗一体的旅居公寓 可现在不仅在数年前突然难尾 还在后面经历了一次大复工 又离奇难尾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它的副一层 整个项目分为三个区域 一个是样板间 一个是收楼部 还有一个是项目主体楼 项目主体楼仅仅是做好了框架 全是毛坯状态 每一间房也没有隔间 它的副一层已经成为了垃圾厂 不仅有各种垃圾 还有流粪 现状简直惨不忍睹 我在这里面走啊 如果不注意下角的位置 很有可能会踩到无法形容的东西 这些有小水洼的地方 你以为就仅仅是一个小水洼吗 其实项目主体大楼不仅分负一层 还有负二层 负二层现在已经完全被水淹没了 这里就是负二层上到负一层的楼梯口 难以想象啊 能把一层楼全都淹没 下面的水到底是有多深 同时呢 也能看出整体施工派粗糙 不仅楼梯是毛坯框架状态 而且地下层压根就没有做排水系统 什么都没有去做 上到一楼之后 整体的视线就宽敞很多了 中间还有很多裸露出来的框架 然后楼体内部还是和负一层一样 没有明显的隔间 真的只是框架在这里 主体大楼真没有什么太大的看点 主要就是这里的瘦楼布 瘦楼布的外里面已经完全做好了 它的门是开遮的 在瘦楼布的大门上方有四个字被遮住 虽然被遮住了 但还是看得出来销售中心嘛 听到里面景象真的非常惨不忍睹 第一上面好像是一些小卡片 一进来可以很明确的看到 恒大集团耀眼的四个字 不过这几个字在现在这个局势下 显得如此讽刺 下面的这些小卡片 基本上就是之前这个楼盘的宣传小卡片 以前这里全都是装修好的 不过在整个项目难尾之后 这里的东西该砸的被人砸了 该搬走的全都被人搬走了 离收了步步远处就是整个项目的样板间 样板间的大门上方写着情景展示区 然后大门玻璃已经被人砸碎了 玻璃散落了一地 里面有价值的东西全被人搬走 到处都是淋淋散散 砸乱不堪的景象 非常破败 很多人还不知道这里为什么难尾 那我只能说是你们不太了解恒大 恒大一如既往的那位作风 所有那位楼的荒废原因全都是故意为之 就恒大美丽之冠这个项目来说 恒大把售楼布建好 把样板间给建好 目的是为了让各大宴主提前看房 提前买房 楼体建不建好不用太担心 主要的就是一个先洗脑作用 至于房子那位之后 为什么又复工呢 无非就是整个项目还没有完全发挥价值 所有的房子并没有全卖出去 所以举行了一次复工 很多人从这次复工又看到了希望 纷纷买房 当所有的房子全卖出去 整个项目正是难尾 这里面不仅有各大业主 欲哭无泪 无家可归 还有很多通过招商引资来的老板 以及材料供应商都牵连其中 可想而知恒大究竟有多可恶